今天早上直言您昨天講那個固定的權利金 他說它不是1500萬 它還有加上其他的是6000多萬 比市長的還要多 然後他還有說如果這1500萬 他就會切腹自殺 市政府的固定權利金就是1500萬 他不要去把什麼變動權利金 那個根本就八竿子還沒有看不到的事情 他全部把它放在一起這樣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 暴露出其實市政府條件租金 固定權利金 所露出来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这样会越描越黑啦 谢市长 身为一个市长 他现在的情绪 说实在是真的有点歇斯底里 然后真的谩骂 真的大家都搞不清他在说什么 所以我建议谢管市长 应该是要面对社会 面对人民的一个质疑 请他好好面对社会的一个质疑 不要到处乱扯 这个对他也不好 对金融市也不好 感谢观看